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之阿宏 報名我是阿宏 我是歌長 沒錯 今天真的開心 我告訴你我阿宏說話 都不會說別錯話 我說一就是一 說二就是二 我早就說過了 說伊佩今天不會回來 他今天真的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就是不會回來 一樣是與我來主持 配到這個過仔條 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來購物 你看看 可能他在日本 過仔這麼好他就不快回來了 下禮拜就回來了 什麼話不說 人家在日本日子過仔多好呢 吃美食 配小鮮肉 配小...不是 配帥哥 帥哥 這種的心情鬧可憐 他又回來我們台灣嘛對不對 聽說製作單位說 如果伊佩姐不回來 我們就整個節目都搬去日本做 妳想 這製作單位說的喔 對 這製作單位是要照做出外景 要去那裡去玩的 對不對 妳的事實 我也不知道 這些都是製作單位的銀謀啦 銀謀 姐啊 我們這個賴門 妳喔 妳的事也聽得懂 銀謀啦 銀謀啦 各位聽 觀眾朋友 我們用國語再重複講一次 這一切都是製作單位的陰謀 好... 我真的大顆 看小顆 我看老子 好啦 伊佩 妳如果有機會回來啦 今天是不是一個小幸福啦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呢 介紹一下我們一個特別來賓 對 今天來到這堆神雕俠倫 這堆神雕俠倫 其實在那裡 非常有貢獻 對 他們是本身呢 他們是一堆紅阿嬤 有一堆是結婚之前的是藝人 有一堆是結婚以後再變藝人 在藝人之前就結婚了 對... 當藝人之前的老婆跟你說啦 首先啦 給大家介紹這堆模範夫妻 阿Ben 給你小顆 是 大家好... 阿紅師好 阿紅師妳好... 妳知道我阿紅師 妳好... 她過那條啦 會過那條... 她今天有稍微發出貨嗎 妳不要給她賤怪啦 不會... 誰都是這堆模範夫妻 對... 另外一堆為大家介紹一下 出全集的手品 我們中破甩的歌手 丹水燕已經有七菁鹿 夏伊君 來 拍這裡吹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這個藝人現在不簡單啦 旁邊是紅阿嬤 還會出全集的手品 是 還會招華東 還會招旋團 一份錢兩個人本 1350兩個人本 一個人多少 七百 七百二十 七百 沒有 六百 沒有啦 我們沒在那邊打算啦 對不對 我們製作單位 妳們現在兩個人出兩張專集唱片 就是1350 妳也1350 妳看有台風幕 謝謝... 我們台風的節目不多啦 真的嗎 來介紹一下妳這個專集唱片 妳的歌作是... 我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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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紅的就像我先... 這麼年... 你看看... 觀眾朋友啊 請我紅阿嬤不知道是怎麼做 好... 好... 你先... 你是要耶 對啊 紅哥 這是我的最新專集 七菁鹿 夏伊君 七菁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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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菁鹿就對了 七菁鹿就對了 七菁鹿 他唱歌很好聽 真的嗎 我們也是歌手比賽第一名的 當然... 還要唱兩句嗎 妳要唱兩句嗎 我愛妳 心這麼堅持 不怕風 不怕風 對妳去 七菁鹿 我說兩句啦 這不能結 很漂亮...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 彈水妳要看 所有彈水的人都知道 他在香 六菁鹿 對 所以這條... 紅哥這條歌不簡單 什麼 這條歌不簡單 沒有什麼 不簡單 不簡單 這條歌又台語歌 還有六菁鹿 還有Rap在裡面 Rap Rap 是說Rap 沒什麼歌名叫什麼名字 你的主打歌 六菁鹿 六菁鹿 有啦 那也是可以 我們兩句而已 沒有啦 一句都不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六菁的Style 就是六菁的一關 Style Style 用六菁的一關Style就對了 對 而且旁邊都在問 旁邊的名字 他不知道Style是什麼意思 是風格跟特色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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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叫做風格 來唱一首 六菁的Style 六菁 六菁的Style 真正幸福 好 你什麼 你不簡單 我一般來我唱兩句 都會唱到第三句 第四句 對啊 我們是首規矩 但是你們在專局唱片 會收到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對 謝謝 謝謝 這一定是大賣 也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要跟我們所有觀眾朋友說 這叫水鴨 跟二君 今天這兩句的專制唱片 因為提供到 有兩種的專業 要送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詳情的請客 就是娛樂之粉絲專業 非是不可 要去了解一下 就有辦法得到 我們水鴨跟二君的一些 專制唱片 今天一樣 要跟大家報一個新聞 第一條 要跟大家報一個台灣的五六新聞 來 咬下去 咬下去 第一條是摩托公司 他們島主委品牌要開幕了 就是名模都出席站台 不簡單喔 這個名模有時候是天生的 新冠不超過一百七十公分 可能我就做你 沒辦法 對... 聽說他們這次的這個 餐廳發表會 很多大腳都有來喔 大腳 王莉亞 王莉亞這麼大腳 林家綺你看有大腳嗎 大腳 國際名模 陳語蕎 還好 你說 不錯 也不錯 不錯 還不錯 還有這裡 黃志偉 有大腳嗎 大腳 幾公斤都沒有大腳 對啊 你看一定要大腳 走下去去參加 你看看阿文 一定要大腳 才可以參加 對 是 如果小腳 都沒有材料參加 不要這樣說 那個曾智希也很紅 為什麼公司沒找他 曾智希你知道什麼嗎 曾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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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喔 曾智希 既然說人家的模特兒公司 沒有搖牆他去 這種公司不要也罷兵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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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有搖牆他 有搖牆他 結果沒有搖牆曾智希 大小的眼睛 眼睛大小的眼睛 大小眼睛 今天大家說的都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 他是不會說 但是盡量在學了 我告訴你 叫曾智希洗頭路 洗頭路 不會啦 他要出道 你來我這裡 你還是繼續待在那裡 繼續待在那裡 繼續待在那裡 對 待在那裡 不要忘記 來 看這裡新聞 不要忘記 來 看一看 媽的公司來 來來來 都走 知名經紀公司 八號舉行自創品牌 洗髮金發表會 邀請李維維 黃志偉 王影平 夏如芝 陳宇喬等多位藝人站台 而其中超模林家綺 王莉雅 王思維三人 更化身塔羅牌中的聖杯皇后 寶劍皇后 以及全帳皇后 氣勢驚人啊 剪去一頭長髮的林家綺 也透露這一剪 把好運都剪光了 我再也不會剪短頭髮了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以前就有這樣的想法 長髮一直帶給我好運 而近日成功減重14公斤的黃志偉 整個人都瘦了一圈 不過黃志偉也說 前陣子因為壓力太大 頭髮狂掉 害他緊張的趕快看醫生 我之前就已經快 就是後面那塊快沒了 我找了一個醫生 然後其實時間蠻長 我大概花了整整 大概快一點的時間 才回到 就是頭髮又健康的狀態 而夏如之 宇辰宇喬更了到 保養頭髮的偏方 沒想到我們宇喬 竟然差點讓頭髮成了蛋花湯 雖然是網路流傳的東西 就是比較會是看一看 但是不敢真的去嘗試 因為還是會有一點點質疑性 我試用過 就是用蛋白 然後我一沖熱水變蛋花 所以大家不要嘗試 芝芝也化身專業美髮師 教大家如何正確的吹頭髮 你一定要這樣吹這樣 對 然後一直這樣吹 然後一層一層的吹 吹完之後 隔天就超美麗 對 很亮 對 一定要順吹 因為太多人都很懶 你就會覺得 好 吹這樣 然後吹吹 不能這樣用播的 這樣播真的不行 大家都記起來了嗎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漂亮喔 不錯喔 做一個Model 其實那個美麗 是需要去經營她的 沒錯 來 接下來的一個新聞是什麼 下一個新聞是大陸諧星大鵬 跟資深演員范瑋 合作的新的喜劇電影 大鵬你有沒有收到 大鵬 他們需要在那裡展翅啊 大鵬展翅 大鵬展翅 但是你要看看 這個網路支援有名的 吊絲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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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他跟那個什麼 范瑋 對 范瑋 拍一個魚化妝起來 兩個長得幾乎是 真的一模一樣耶 白鵬 有可能 中間可能機場表演過 來看這個 機關唱的成功 成功喔 我們來看看 到底長得有多像好不好 來看一下 大陸的實藝導演大鵬 因為拍攝網路劇 屌絲男士 和喜劇影片 煎餅霞爆紅 沉積了一陣子的他 最近推出了 新的電影作品 還找來了喜劇演員范瑋 飾演副子黨 我是這樣 我也那個大夫的爹 會去當兵 當二十年兵 英雄一世 當了一次狗 是能把自己撐到 然後把所有的希望 都激活在孩子身上 我們的老爸叫做 范英雄 范英雄 然後呢 兒子呢 因為爸爸是當兵的 兒子呢 特別期待兒子長大成人 之後有出息 因為爸爸當兵 所以兒子的名字叫范冰冰 范冰冰 是嗎 仔細一看 大鵬跟范瑋長得 還真的有點像 范瑋和大鵬的爸 長得更是有87%像 大哥 大鵬的氣氧大哥 對不起 班生之父 我們可以做個親子見諜 不過說到壯點 怎麼能忘記 這幾組經典對比圖 下雨潮撞臉 宋芋華 東米軍撞臉 耳康 曹哥撞臉曾雅尼 最後是經典大魔王 王世間撞臉恰集 真的好像啊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聽著耶 撞臉撞得很徹底耶 對耶 怎麼能說 百分之一百像耶 這個來賓朋友 有人說我 我啦 跟黃品妍也撞臉 黃品妍 有嗎 有 有一點像 大家好 我是黃品妍 很高興來上就是娛樂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我的表演 首先為大家帶來這一首 白鹿絲 我好唱戲 吃死去愛情 兩句而已喔 兩句而已喔 兩句就好了 我又沒要打歌 我又沒要打歌 你這樣你會拿一張武林喔 我叫實叫做撞臉嗎 有... 還有重力歪給的臉 還有撞江玉恆的臉 有沒有 這個撞臉也不能再撞臉 這個好像是被火車撞到臉 這什麼... 對啦 他不講話沒有關係 一講話喔 笑屬人 笑屬人 但是你看那個 不是模仿喔 你那是模仿 但是你看陳菊跟那個白雲 有一想說他們也是撞臉 其實不是撞臉啦 也不是模仿啦 是白雲硬氣好 剛好向到陳菊市長 要不然他早就離開演藝圈了 這樣嗎 真的啊 真的不是啊 來... 這下一則新聞 下一則新聞是 跟那個曾智希撞臉的郭雪芙啊 他就跟Special的陳翔 要幫代言的遊戲辦滿月酒 這句話好像有點語病喔 沒有 無語病 他說跟曾智希撞臉的郭雪芙 一般是比較紅的 去撞比較不紅的 應該是說 跟郭雪芙撞臉的曾智希啦 這樣才對啦 這樣說也對啦 因為郭雪芙比曾智希年紀還比較大 所以是比... 所以是曾智希下面 郭雪芙 噢... 噢... 很尷尬 很尷尬 很尷尬的啦 郭雪芙年紀比較大 真的... 一直撞兩刀 我跟你講 他沒有在怕的啦... 他沒有在怕的啦 我不是 我是過得到啦 你過得到 我不是說你不是過得到啦 你一直逼我來衝掉 你逼我來衝掉 你逼我 逼我 看真的是郭雪芙年紀比較大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女神郭雪芙 Special 城翔28號 出席線上遊戲代演活動 挑戰於遊戲古裝扮上現身 讓人感覺穿越了古代 在現場更上演廣告中的深情漫步 啊... 好甜蜜 拍攝現場的時候其實是綠Key 所以當時就可能自己幻想那場景 可是在這邊太多人了 所以當下會覺得 好笨的感覺喔 傻笑的感覺 沒有 是舞台太小 我們也不能把步伐誇大 所以就只能小小步 然後又Slow Motion 以滿月為主題的慶功宴 現場送上印有兩人圖像的油飯禮盒 讓雪芙覺得好害羞 叫喊像自己孩子滿月一樣 我們剛才就是來到這彩排的時候 兩個一看到那顆球 拉下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有就是 不吃了一笑 對 現在全是滿月酒喔 對啊 就是滿幽默的概念 因為我今天就有來 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好像參加一場婚禮 真的 沒有不是婚禮 是滿月酒喔 就像是一個滿月酒一樣 對 就像我們的孩子一樣 對 沒有亂講話 亂講話 好久沒有在台灣出席活動的雪芙 也說近期都在大陸主持節目 至於在台灣會不會有新作品 還要看公司安排 喜歡雪芙的朋友還要在等等囉 我也不太確定 這可能要問公司 因為我就是被帶著走 可能去拍戲的 最近的話就是在忙 火星情報局的錄影 還有其他作品 其實在之前都已經拍完 那之後陸陸續續的也會開播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 馬上回到 就是娛樂之阿鳳補賣 我是阿鳳啊 我是瓜條 今天現場有夠熱烈 直播的現場也非常的熱鬧 對 有人想說乾脆就看直播 然後不要看現場 來 不行 不行 沒辦法 但是要看人 但是要跟我們說話 對不對 看有沒有看過那條你看看 馬上馬上要突然 大家繼續報 像我們台灣的五路新聞 對 這條新聞是 郭彩婕跟一個小咖 要搭配喜劇電影 所以說藝人我們可以這樣 怎麼會說是小咖 哪個大咖 不是由小咖 還是扁開扁大咖 小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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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好意思 這是哪一個小咖 盧鎮宇 什麼 盧鎮宇 再講一次 盧鎮宇 那是小咖 盧鎮宇 不要這樣子講 沒有啦 人家他還是有他的一個 這個實力 才能夠去拍電影 對不對 來看一下到底有多小咖 來看一下 郭彩婕憑憑著精湛的演技 最近幾年賀歲電影接不完 最近他又拍了一部喜劇電影 只是一直都是票房保證的他 這次的搭檔男主角盧鎮宇 誰啊 這個沒有名氣的程度 連男主角自己都有點擔心票房破改啦 很擔心 因為 因為喜歡都這麼優秀 我覺得如果我們 太優秀了也不太好 所以我們自己要來撐一場 拉一下 我認真回答這個就是 我對這個表演是很感興趣的 所以我是很感謝 你的出演 對方能夠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出演我自己很喜歡的角色 雖然導演自己沒信心 但是彩婕很有愛心 一直給盧鎮宇安慰拍拍 還用大陸槍猛掛保證 劇本真的很好笑啦 雖然之前也演過喜劇 但是還沒有一次是那種 會在現場給自己笑的不行 所以就是連導演都笑的不行 需要旁邊的人出來制止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整個喜劇的 故事的聲音上面 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 還從未到達過的一個高點這樣 哇 看到彩婕這麼有信心 盧鎮宇到底是誰啊 應該有比較放心了吧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欸 別讓我沒說好不好 這麼大咖是不是小咖 對啊 跟周星馳 對啊 天聚耶 御用導演耶 對啊 你說人家小咖 我說不對啊 對啊 你才是小咖 你要去打 要真的打 要去打 也不要這樣子啦 對不對 他這樣幾次過得到對不對 還繼續播下去 還有一條是電視劇 一目情侶王子文跟王凱 又合作了 又合作了 合作了 一目情侶喔 對... 一目情侶很多情侶都是從一目情侶 變成夫妻的喔 來看看是不是真的 螢幕情侶喔 來看一下 有在追錄劇的朋友 對王凱 王子文 這對螢幕情侶一定不陌生 兩人曾在電視劇歡樂送禮 飾演一對逮到機會 就親個不停地歡喜冤家 陽光又帥氣的角色 廣受大家喜愛 這次再度合作新戲 兩人對肢體接觸的尺度 整個大開啦 反正跟凱太演戲吧 演到現在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顧慮 如果有這個舉動 隨便 在劇本其實之外 我如果有一些身體上的接觸 對方會不會不樂意 也會有多少方面顧慮 但是跟王凱 反而我 就沒有什麼顧慮 不愧是稱職的一目情侶 兩人在台上的互動超有愛 黃子文也貫徹戲裡的女追男戲碼 貼心送水給王凱 還主動幫忙蓋瓶蓋 真的是招很多耶 對 想起來了嗎 沒錯 不過王凱就是那個狼爺幫裡面 帥到不行的晉王啦 也難怪每次都可以 演被倒追的男生喔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原來這樣子叫做螢幕情侶啦 其實有很多這個藝人也希望 他們的配對都是一個 很漂亮的男生或女生 有可能會變成螢幕情侶喔 比方說在最近有配對成功的 比方說像是這個陳曉啦 配對 素陪啦 陳曉乾脆陳妍希 對 變成夫妻啦 對 吳祺龍跟誰 劉獅獅 劉獅獅 你有話囉 你看我一問到阿Ben就說 有啊 我都劉獅獅啦 對啊 他在講犯病 對...他不在亂講 不可以亂配對 這都是配對成功而且 非常恩愛的一對夫妻 但是我們今天現場 也請到兩對夫妻 感覺上非常的恩愛 老公非常聽話 對 老婆非常的溫柔又體貼 對 不好說 對 不好說 不好說 現在看到的笑容呢 可能待會就會不見啦 但是盡量維持 因為我們今天出了一些 盡量維持 一些這個問題喔 不會太辛辣 少來 在你們的... 在你們的範圍之內的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如果老公 如果說真的有點動不住的時候 是 不喜歡再坐在那個地方了 我們這裡有勾一頭 反凳 不去坐嗎 難怪 不奇怪怎麼兩個反凳放在那邊 因為 不舒服的時候可以去坐 有的時候 男人會動不住 如果說 不敢去 不敢自己坐 他就過來坐這邊 因為你老是坐在那個地方 有時候你講的 又不是他想聽的 那你講完之後 心裡面就跟自己過意不去 因為男人還有他的至尊 好貼心喔 男人有你的祖尊嘛 對不對 如果真的說你的皮膚子不好 你就過來坐這裡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不去問題 好...來... 要有時候心理準備 好 兩對男的母親 我們兩個比較主情 漂亮 你跟怡君 你們結婚多久了 18年 18年 18年嗎 18年 答對 好...18年 這個有什麼好答對的 就是旁邊而已 不是啦 就是為什麼 默契大考驗 對啊 我一直講嘛 他有17年事情就大了 沒有耶 你看我們題目節目簡單 對啊 好難喔 你們好恩愛喔 18年我還沒出事耶 我聽你放風吹 阿伯跟曉果你們結婚是 要一起回答嗎 1 2 3 7年 7年 快啦 快7年了 快7年了 那你也快囉 很養耶 很年之養 很年之養 我們已經要第三次養了 你唱三次了 快第三次 所以哥你養的時候該怎麼處理 可以先跟我預告一下嗎 所以私底下再跟你們講 沒有啊 養就抓一抓就好了 抓一抓就好了 我真有入港講很重要 抓一抓就好了 就是以不抓破皮為原則 拜託 我們這邊不是在意見交流 不好意思 怎麼辦 我們就聊了起來 首先第一個問題 每一個家裡面 都有柴米油鹽醬醋茶 開門期間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多 我先給你們大家先報告一下 家裡面的大小的事情 到底是誰先做主 我先報告一下我自己 我們家裡的大事情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家裡的大事 都我老婆在做主 女人當家 對...小事情呢 也是我老婆在做主 算... 三一 你是做什麼事 你負責什麼事 我負責出事 你是負責出抓吧 出事 出一呢... 出一出訴... 出一出訴... 意思是話 我家裡就是還是我老婆在做主 我們要你沒有關係 你們兩個是... 阿伯你們是誰做主 我們家是小事情 他做主 然後大事情我做主 所謂的大事情是... 大事情比如說要... 以金額來算嗎 對 但我們家常常大事化小 所以嚴格講起來 我跟妳一樣 都贏得注意耶 都贏得注意 那妳是比較喜歡玩表面啦 玩文字遊戲啦 對啦 大事情都老婆負責 小事情也是老婆負責 對 但是妳這是好老公的表現 大事化小 但我們還是會討論為主 對 會討論 討論的時候都誰比較大聲 都很小聲 我們盡量大聲把它轉小聲 都很小聲 漂亮 你們十八年這樣 這樣聽起來是我們 我們這一隊比較好啦 因為小事也是... 宜君小事都... 都給他處理 大事我處理 大事你要... 男生啊 我們結婚十八年 都沒有發生大事 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啊 一樣沒有... 一樣都是... 我以為他要講一個 跟人家宇宙不同的 我們家... 十八年喔 沒有發生什麼大事 到底他們之間呢 有什麼樣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呢 我們進廣告之後呢 再跟大家聊一聊 來 你在講話 來 歡迎再一次回到 舊式娛樂的阿虹報告 我是阿虹 我是瓜條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喔 現在開始會有一場心轟協議 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平常在相處知道 我們首先來問一下我們的魔幻夫妻 阿虹跟這個小可 有沒有什麼時候呢 當製作單位啊 要求你做一些事情 但是阿虹是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去做了之後 阿虹大花雷霆 也沒有到大花雷霆 不講話嘛 不是 大家講的這樣變成這樣 他喔 我這個講的大家都這樣 沒關係啦 家裡就好了 就是他 就是有的時候應節目要求 會想要可能安排一段比較 人妻可以... 還是可以美美的跳舞 是 所以就一定會跟一些小鮮肉 這種通告你答應喔 因為像之前有... 當然要答應啊 怎麼可以答應啊 怎麼可以答應 一定要答應啊 這塊節目 多難看 答應啦 對 快找回來 這塊節目讓我做人一生 而且我跟你講 你是那一股氣到現在 還沒有發對不對 真的有 小可 真的有嗎 不能夠這樣嘛 你知道那是多誇張嗎 那一陣子節目當中 因為那陣子節目當中 有一陣子玩一個遊戲 叫測心跳 看那個心跳指數有多高這樣 結果製作單位呢 就找了三四個猛男 三四個 三四個猛男 然後在他面前這樣跳熱舞這樣 他就坐在像這張椅子上這樣子 你先演一下猛男看一下 他怎麼跳 他就... 你自己老婆都不敢下手 難怪人家敢下手 你說 因為你講到猛男我心虛了 是啊 我心虛了 就在他面前這樣 一直這樣磨啊蹭啊 這樣磨啊 然後又接近這樣 重點是 都沒有穿上衣 然後每個人都是 每個人都是八塊雞這樣子 八塊雞 而且你知道 我也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節目播出的時候 剛好我兒子坐在我旁邊 我們一直在看那個節目 擺開水嗎 對 擺開水就問我說 爸爸 為什麼那些叔叔要跟媽媽一起跳舞 而且還羞羞臉沒有穿衣服 這樣子你叫我怎麼回答我兒子 不要說你不會回答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是不是 我身輕百丈 我都沒有穿衣服 我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啊 我老婆都沒有穿衣服 這不對 你這樣不行 那是他不對 他應該要把兒子帶開啊 這件事情就完了啊 不是啊 是你不能夠錄到 重點弄錯了 身為一個藝人 身為一個藝人 不可以因為任何藉口 如果你今天接了一個戲劇 然後導演說 待會兒要親嘴 你可以說我不親嗎 可以啊 不對嘛 不是... 我跟妳講 不是...我跟妳講 因為妳已經貴為人妻了 阿Ben如果去拍一些有親嘴的戲 他一定會報告妳說 有個戲 就是因為貴 那妳一定會跟他講說 那個戲把它刪掉 要不然就是不要接 那就可能沒有辦法演 而且我們通常都會附加 一定要加接吻戲或雙戲 你看... 人家對的不錯耶 你去接戲他說叫對方 一定要跟你演吻戲 但是沒辦法 我都演大愛的時候 怎麼有可能 大愛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戲份 不可能嘛 問題是說後來這件事情 有造成你們之間的困難嗎 就你錄完 因為是測他的心跳啊 然後錄完當下臉就很臭啊 很臭嗎 對 就臉... 臉臭 應該臭了一天 因為我們通常沒有隔夜氣的 所以有臭到隔天 就要把它解決 你們話還是到了隔夜 而且他其實不講話很可怕 真的嗎 對 有什麼事情講出來 好可怕喔 對啊 這已經算有在耍帥的不可怕 他真的臉臭的都真的很臭 阿伯 你是怎麼處理的事 你給他刺激 是說你以後再也不接這樣子的通告 就把燈關了 這整個好慌喔 你如果吃不夠性了 去整個不去兩天 燈一關掉就沒去嘛 人家都已經試好了 對不對 對啊 難怪生那麼多小孩 他也有啊 還是我 那阿伯有接過什麼 我那一次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男生跳而已 是沒有穿相衣 他說四個耶 三四個猛男 四個是他 四個是我 他是四個 四個猛男 四個女生 那四個猛男也奇怪了 四個猛男 四個猛男配著阿伯掉 這什麼畫面啊 然後你知道那個 那是四個辣妹 四個辣妹 然後那褲子已經穿到 微笑線都出來的那種 哇 你最開心喔 微笑 真的很會形容耶 而且你知道每一個不辣夾 都是只有在遮點的那種耶 哇 你真假的 不是 我說這個通告 怎麼沒有找我們去 他要找你去喔 因為他要邊跳邊唱 你真的有接嗎 接啦 因為唱歌所以我接啦 不是 那沒有關係 因為通告是這樣子 如果你接了之後 你臉上的那個表情 不可以太愉悅 對啊 你要嚴肅一點 你不能是看到他 笑得合不動嘴 對 可是這四個女生就是 你越不理我 我越要你 他要征服他對不對 對 你知道四肢 四肢都是被抱住的耶 對 太幸福了吧 你看現在還在笑 這是舞蹈的境界 對不對 這是舞蹈的境界 男生就會覺得是OK的 你看他都可以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裡面一人有一次 各自有一次 那就扯平了 今天我們也不是 讓你們來這個現場 把故事的事情拿出來 在那個仙人家的救藏吧 對啊 你還是回那邊坐好了 對啊 你會比較想起來 沒關係 等一下 還會接生氣 也許會有 還會接生氣 問一下隨意的跟宜君 聽說你們也因為 王爵最痛苦的時候 結果心情很壞的時候 還有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跟我說 你去做你的造型 我做我的垂頭模 其實就是葉寶的事情而已 今天囉 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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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在塞車在旁邊 他就聽不懂 他說什麼 他就聽我跟他說 我們六齊不六齊不怎麼有辦法 跟我們輸的事 輸的事都說不出來 都說不出來 譬如說他都這樣 有什麼怪牌嗎 他便室都不開門 早上就開始暗水水 就開始黑皮糠 黑皮糠給我老尾 所以他都說出來 他都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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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坐在這裡有火 所以他都不知道 所有的事情 都教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都說出來就對了 你是覺得說要有所保留就對了 也不是 我覺得是要選擇性 就是不要把我一些不好的習慣 都到處講 那你的不好的習慣有很多嗎 沒有 你講清楚 他有不好的習慣有幾項 講啊 選擇 你怎麼會害怕 講啊 你不是有很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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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講了講 講一講 要叫我去那個 那個 你不是有很多話 沒有 你不是有很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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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都同一間都說 是 不要啦 我不要白京王 他就跟他拆開 他連把你 小時候愛車子 沒有一直拆開 就不會有很多話 對 還沒有到我 黏到我同一間 他就不可以 不是 你這樣不是 因為你黏著 你幫忙接不動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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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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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做不對嗎 因為... 因為製作單位也是希望說 說一些大家愛聽的話題 你不能說我家裡 就這樣鄉敬如賓 自羅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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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不是 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隨意就是會 譬如說他自己可以 然後我不行 所以我會很不喜歡他 譬如說他也不希望我上節目 到處講他怎麼樣 那有什麼事情 我可以 你不行 沒有 譬如說 你看有時候我們通告成在一起 或是外面去表演 是... 然後大家要表演的時候 在唱歌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歌手 當然 我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要唱什麼歌 由我自己決定 當然啊 對... 然後我可能我選了我自己的歌 我現在要打歌嘛 他就會講說 這個地方讓你增加到 你的歌 誰不聽過 你為什麼不要唱一些 就是比較耳熟能響的歌 不是 這是他的 過來人的經驗感 對... 歌要大家齁 都耳熟能響 我覺得... 那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也OK 然後等我唱完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你喔 都不會抓機會 那這個中學就這麼多 你不想你自己的歌 不然你來這裡唱什麼 會在機關 不是 不是啦 他到底是不是重重人格 不是 我是意思就是... 他會緊張他會大支 你知道嗎 他自己不會融會 等一下... 不要緊張 不是 他自己不會融會 貫通 集一環山 我們一晚會 不是只唱一首歌 我們唱三首歌 你不會唱一首新的 一首歌的這樣 你看 我才知道他在繞上 不是 我才知道他在繞上 我說他就三首都唱老歌 你雖然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要調整一下 對 那個歌的人是他唱的 對 你不要塞棍棒的 離心啦 譬如說他現在要求你唱什麼歌 你心情也不好 沒有 如果叫你唱一首歌 什麼鬆結棍 你要怎樣 沒有可能 唱鬆結棍 對不對 那是他經驗跟他說 但是他跟他一起 自己看什麼歌 比較有聽 對 對啊 有時候活動的時候就會有衝突 對 比較有衝突 這就是同一間公司 對 同一間公司 但是也沒辦法 就十八年了 對不對 關係就好了 你暫時坐在這裡 我怕你過去一定有死命的危險 你暫時 我一天覺得 他怎麼會用那盆子把它頂起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樣 然後那個 看一個小客 聽說小客 在這個電視機裡面 有表演一些喔 一些畫面喔 阿伯也這麼不開心 喔 什麼畫面 這個我曾經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我有沒有看 電視有報出 自己一下看過 我以為你有沒有看現場 他生吞 對啊 生吞那個熱狗耶 熱狗本來就是熟的 沒有生吞啦 我一看你直接吞下去 我們阿伯好像 心情好像有點不好 你覺得他做這樣子是不是 不是... 廣告 不開心這樣子 不你想想看 廣告的時候 我們再回來讓你講話 讓我先走 讓我先走 到底要怎麼說 還沒去提示就小客 來...廣告 歡迎再次回到 就是一日之阿虹 不... 不會啊 我是阿虹啊 我是貴子 我們知道金嘴這個觀眾朋友 曾經都有看過 我們小可也一樣特殊的才華 就是他可以生吞 大概有兩三條的熱狗 沒有啦 一條啦 一條... 一次兩三條 誰說得了 他一次吞一條嘛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節目 都要他吞嘛 就吞得不只兩三條 有一次 那為什麼會... 這個事情的前因後果發生 那阿Ben很不開心 為什麼 這件事情前因後果是這樣 我走過來講 你坐... 你坐... 沒有啦... 你坐... 你坐... 你坐在那邊坐位嘛 你坐在那邊坐位嘛 來... 我要跟阿虹再講一下 當初是這樣子 我是去外景節目 然後呢 就... 製作單位準備了五根熱狗 然後就兩個女藝人出來比賽 那不知道比什麼 就把...藝人就兩根 所以只剩下最後剩下一根了 我在旁邊就在murmur 我就想說 應該沒有這麼難吧 然後Junior就聽到了 Junior就說 不然剩一根 你吞吞看 我就說我覺得不會很難耶 然後我就 真的就是一根放進去 然後當我拿出來的時候 他整個腿都軟了 是誰的腿軟了 Junior的腿軟了 要是我在... 我在旁邊演腿軟耶 他就腿軟了 然後結果... 而且聽說 你那熱狗還是家常型的耶 沒有家常型的 但有一次我... 我吞過就是 製作單位忘記把竹籤拿出來 就是一根放進去 他忘記把竹籤拿出來 結果有戳到 可是我自己覺得 太拚了 太拚了 我還有跟家人討論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我跟我父親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常才 我想要學 很多人 妳拜託 妳學會不會學 妳學會這樣 妳學會這樣 是在意耶 妳剛剛是學李懿這個 用腳來剝香蕉皮好了 我想要學這個 她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可以... 用意志力 妳下次吞的時候 妳告訴自己說 我可以 我可以 妳還在教的嗎 我可以 妳不要再教人 妳就告訴自己說 我可以... 妳來... 我可以... 妳那個時候 就是用意志力嗎 妳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我只覺得我可以做到 然後結果妳做了幾次之後 Bendy妳覺得... 妳覺得畫面不好看嗎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萬一要是妳這樣 吞進去的時候 她在講她的心情故事 不危險 不危險 我怕萬一要是 這樣吞進去之後 然後可能去噎到或幹嘛的話 那個是... 整個是噎到頭了 找來... 那個是不能呼吸的 真的 而且那個除淺 我跟妳講 這個事情不能夠適 不是 妳是聽說 有些事情不可以刺 對啊 妳如果刺一次 如果吞到 妳是她的心肝寶貝 那怎麼辦 她說妳一個女生 上節目吞這些東西幹嘛 妳一個女生 說實在 現在已經不分男女了 我會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子 然後這項才能被淹沒 妳現在要重出江湖的意思嗎 妳在講什麼東西 她跟我說 她說 不然之後大衛跟你講 妳就說 公公不喜歡 妳說 沒有人講 妳就說妳公公沒辦法接受 我心想說 我老公都可以接受 我公公不能接受 關於我什麼事 那妳家也知道 小可兒非常懷念 當年吞熱... 當年... 當年吞熱狗的日子 也沒有懷念 我只是覺得 真的很多人打算問過我 可是 我覺得這真的很難得 難得可貴 那阿伯妳會不會覺得 妳埋摸著她一個才華 還是說不要就是不要 我不希望妳受傷 不會 就真的是不希望她受傷 所以妳也不會同意說 讓她再去做這樣子 不會 因為那一次康熙表演完之後 她就跟我講說 這是最後一次了 然後她就再也不會做這樣子 然後她就有點像人家做到 對啊 好不好 現在小朋友 小朋友都會跟著看電視 你這樣做也不好啊 對不對 好啦 反正已經答應了啦 這樣才華其實也賺不了多少錢 對不對 你只吞一根啊 你有本事你是吞那個 吞氣的 你不要逼她... 你不要激怒她 好...相安無事 會給大家放出來就好了 放出來 另外我們還要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情緒管理的問題 有沒有曾經因為在上通告之前 明明就在吵架 玩得這樣 怎麼... 就上了通告的時候突然 就好了 忘記之前的那一種恩恩怨怨的 變成甜蜜的結果 有 因為我們兩個吵架 是屬於那種冷戰那一種 是彼此都不講話的 是不講話的那一種 都悶在那邊 然後那一次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在一起 兩個在一起 他就換血了耶 他看起來很奇妙耶 很奇妙的畫面 然後他在想說他就... 對... 我還要對著他這樣怪怪的 對... 夫妻啊你的是你的 我的素質還是很清楚 我沒有問題 然後那一次... 那一次剛好是... 上通告之前 兩個就吵架 因為小朋友就自己吵架 然後在車上 那也是剛剛隨意兄這樣子 講的... 就是在車上都不講話 然後結果呢 一到錄影的現場的時候 完了 兩個人一對一對的要介紹出來 然後兩個人還要手牽手 然後還要唱情歌這樣子 尷尬了 然後呢在彩排的時候 就是我唱我的 他唱他的 然後這樣走走走走 然後這個五四三二 正式要錄的時候 我就... 我還是把他的手牽過來 我還是牽著他的手 然後這樣唱... 唱完之後 然後我覺得製作單位 那個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遊戲 我覺得很真實 他就叫我們兩個說 每一對夫妻都對看 三分鐘 不要講任何話 你就四眼 四目相交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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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句話都不能講 一個字都不能講 一直看著他 然後那三十秒呢 你會覺得好像三個小時一樣 而且在場的三對 四對夫妻每個都哭 每個都哭 然後我光是看... 我光是看著他眼睛 三十秒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說 他對我的好 他曾經付出了什麼事情 只會想到他的好 不會想到他的不好 然後我的眼光就開始紅了 然後我看他的眼光也開始紅了 然後兩個都落淚的時候 然後兩個就互相擁抱這樣 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所以一哭就冥恩仇了 對不對 對 這什麼感覺啊 這很神奇 我覺得夫妻在家也可以試 一定是夫妻之間的 這樣子情投意合 或者這樣子眼神的交流 才會感觸到 有的時候夫妻變成家人 真的會少了一個 看到對方 熱情 你們會常常把視線 往同一個方向看 例如說小孩 對 或者是髒亂的地方 你要去整理啊 你要去幹嘛 你不會去看到對方的眼神 真的四目相交的眼神 這個實在是太好了 相信我們的夫妻朋友 你們如果找不到可以解決 知道真的可以試試看 用你的眼神迷倒 你老公或是你太太 30秒 你在幹嘛 對方的眼神 對 你是單身狗啦 什麼單身狗 單身狗也是狗啊 對啊 你去跟你男朋友啦 看能不能把牠給迷倒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讓我們享受一下 那種開心的情緒 來 看一下 進廣告 好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之阿虹 報買了 我是阿虹 我是瓜條 今天看到很多夫妻 提供我們一些相親相愛的方法 對 然後我們感覺到 真的耶 要試試看 人家都假的假的啦 這是牽著手要走一輩子的 但是喔 因為現在大家在工作崗位上面 每個人都對這個家庭 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們把演藝圈的工作 把它抽離出來 我們來講一下 可是說喔 你覺得你的另外一半喔 他如果在演藝圈上的工作 你不是他老公 或是你不是他太太的話 你覺得他還有什麼地方 需要加強 還是你對他的表現滿不滿意 來 阿伯你來 你覺得小可怎麼樣 我覺得喔 因為他好像就是上 上一些談話性節目 你覺得他可以上什麼節目 對... 上一些談話性節目 但是我覺得啊 因為自從他當了媽媽之後 他對小朋友的一些 一些產品 一些用品 像比如說碗 碗的熱耐度 可以耐到幾度 然後或者是小朋友的餐具 他對小朋友的東西 他都非常非常的挑剔 那我覺得他 可以不用 如果我建議他的話 我也可以建議他不用 上那麼多談話性的節目 那是要上購物台的嗎 也不是... 他可以走活動主持 主持記者會 發表會 去介紹這個產品 可是他會不會相形之下 相形之下會不會就 會... 按斷 比較沒有辦法在家裡 照顧小孩子 時間比較長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調配的 可以調配的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兩個都是這樣 就是時間上面會溝通 我彼此會稍微商量一下 比方說你去做什麼事情 那我去賺錢這樣子 對... 我在家裡顧小朋友 然後你去上通告 那小可應該對阿Ben 可能會比較... 會有感覺 因為她結婚前跟結婚後的改變 讓我們刮目相看 其實我覺得 我們兩個都是會婚姻的關係 讓比較多人看到 比較正面的那一面 或是比較恩愛的一面 對 但如果今天沒有發生結婚 這件事情的話 我以一個就是朋友的立場來看 Band的話 我會覺得 她其實在歌唱這一塊 是真的很可惜 B.A.B 對 我一直... 我一直心裡面有個線網 沒有跟到喔 沒有跟到... 偷漏我的年紀啦 還18年前 你怎麼都沒有出現 你醒來 我不知道B.A.B是誰啦 現在講來不及了啦 其實我心裡面真的有個... 有個想法啦 因為很多都要求合體啦 對 B.A.B我覺得 當年還得過這個金曲獎 這家團體耶 對 為什麼沒有叫你們要合體賽 你是不是覺得說 可不可以再吹... 快吹一下 讓你們合體一下 其實說真的 一直都有邀約啦 那時候金曲獎 兩次都有邀我們 誰比較難配合 不好講喔 沒有 因為大家時間上的關係 而且大家現在都有各自的事業要忙 那也有家庭 也有小朋友要顧 所以時間上面比較難湊在一起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會 真的喔 我們真的希望 對啊 好喜歡B.A.D喔 對啊 B.A.D跟他一起成長的耶 真的喔 唉呀 唉呀 不好意思的 唉呀 好 那我們要看一下宜君 你隨他啊 他人是很高興的啦 他是很高興的 對啊 愛走下去 你是覺得他的發展如何 我是覺得他歌性比較保守 保守 他就是比較... 不敢去嘗試新的東西 可能包括歌錄 他唱... 唱法都比較保守 包括歌錄 這次發這個 也是跟他講得很久 因為他覺得 像這種比較台語的他 也可能會比較說 在安全的範圍之類的 對 他會比較局限自己 還有Rap耶 對 還有Rap 他會比較局限自己 所以隨意哥你可以這樣子嗎 像Ben長會不會這樣Rock 你Rock 可以啊 這種是精神的感覺 其實什麼事情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只是好看不好看而已 漂亮 漂亮 我覺得 你很容易受人家左右 其實剛剛你這樣 其實並不好看 對啊 誰會說 你那個害他... 你那個很漂亮 誰會說 就是每個人都會做 好不好看而已啊 對啊 然後你看像他的衣服穿著有沒有 之前你們是只要去表演 他就穿那個一整套的西裝 就像那個老阿 比較正統 就那個老阿伯一樣 然後還有我跟他去表演的時候 你很吵耶 還有我跟... 沒有 我跟他去表演的時候 然後他說 那個... 譬如說我就幫他送那個COT 他就說等一下你先唱嗎 我說對...他先唱 他說